發展局局長寧漢豪在立法會恢復異讀辯論 財政預算案是重申 北部都匯區和交以州人工島共提供於4000公頃土地 須同時發展 他強調 北部都匯區與交以州人工島對經濟發展以致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各有重要性 地理位置各有所長 若不把握時機做好兩個大型項目 香港和下一代會錯失良機 對於有意見指本港人口下跌 是否仍需要發展兩個項目 寧漢豪直言 未來人口可能向較高推算方向走 小家庭數目預計上升 會增加房屋需求 此外 空間規劃上亦要前瞻 滿足社會對擁有更寬敞生活和工作空間的訴求 人口老化 亦要興建更多長者友善 醫療和社區設施 同樣需要土地 寧漢豪書面答覆議員提問時表示 由於北部都匯區多個發展項目和交通基建設施 仍在規劃研究階段 稍後需要就工程進行詳細設計 確定立項優次和分期施工安排 現階段未能就整個北部都匯區發展計劃的開支作出估算 房屋局局長何永賢稱 考慮樓價變化速度和幅度 住宅單位成交量和供應量 經濟情況及整體市場氣氛等因素 當局認為目前無需調整樓市辣椒 會繼續密切留意市況 適時採取合適措施回應市場變化 何永賢指出 政府已密得足夠土地 滿足未來十年的供應房屋需求 房委會將在政府做地的同時 平衡進行前期籌建工作 加快展開工程 此外 當局亦不斷檢視 簡約公屋設計 造價較最初估算省近10億元 他提到 截至上月底有7000個過度性房屋單位投入服務 預計未來兩年 再有1.4萬個單位落成